台南是政府经济发展局,每年依照柳英科技工业区及环保园区环平承诺内容,持续进行工业区周边环境监测项目,包含空气品质、水质、噪音以及生态等项目,随着园区不断发展,新发局持续精进相关环境监测方式及环境保护作为, 以降低园区厂商生产行为对周边环境造成之冲击,近年为因应产业转型趋势,增加园区污水厂放流水水质重金属,土壤地下水则每年针对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,氯化碳氢化合物及总石油碳氢化合物调查,并持续就厂商周界一位,纳管水质、银建噪音以及各种生产行为衍生之污染物排放,半里日日,夜间监测,及时掌握园区环境情况。 承评内容,我们持续进行园区的监测,包含空气品质、水质、噪音以及神态等,随着园区的发展,我们也精进相关环境监测的作为。 比如说,我们近年来因应产业的一个形态的发展,那我们针对园区的一个放流水,还有溢下水,土壤,我们增加监测的一个项目调查。 另外,也导入相关科技的一个监测,那我们从去年引进无人机的一个设备, 骂每个月两次的一个飞行任务。那除了透过无人机,我们进行影射的一个拍摄, 那也搭载的包含空气品质,感应设备,侦测园区里面厂商汇气物排放的一个数值。那相关的一个资讯会传输到我们服务中心,我们随时掌握园区的一个空气品质。 那目前监测的一个成果,都符合固定污染源,空气。